来看看吧 绝对有你没见过的东西 啊 很少有这么难念的东西 我读得不太顺 两位确定想听下去吗 呃 一听就是菲歇尔的流言 怎么办 嗯 将注视你迈入位于优越净土的无上王城 速来觐见 以祝圣之名向我宣誓 与我同往世界之敌 总之 菲歇尔小姐留下这条口信 让二位到教堂前的广场去 等你们有空的时候 去那里找她吧 呃 口信内容那么超像 要求却这么具体 菲歇尔让我们去教堂前的广场 那还是不要让她等太久了 我 啊 她们在那边 对 而且莫娜也在呢 来了吗 本皇女最忠诚的护从 刚刚还说别人是家臣 现在又说人家是 哎呀 小姐心情好的时候 措辞难免有些夸张 菲歇尔 你找我们对吧 居然自己先聊得热火朝天的 快告诉我 是什么是让人这么开心 永夜的续语 将辱召回本皇女身侧 很好 很好 此机祝圣之恩典 置业之赐福 此等欢愉 当与清 悠然同小 旅行者 派蒙 好久不见 在此向二位献上小姐与我诚挚地问候 我是很想好好打招呼啦 但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接话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说 嗨 旅行者 最近怎么样 哼 她与本皇女犹如浩瀚天穷中的半生双星 本次会面昭示着何种命运 正是 梅基斯图私情还请不要说出如此缺乏想象 梅 啊 梅基斯图私情归附优业净土已久 早已成为本皇女麾下首屈 咳咳 她只是在将我的姓氏而已 别介意 今天是菲西尔托凯瑟琳传话给你 让你 嗯哼 不愧是大法师 这一切 也浮现在乳的占卜中了吗 这种事还需要算吗 是你自己说已经给凯瑟琳留了言的 咳咳 失态了 总之 我也是被她捶着门板叫出家门的 小意思 我们见过世面 诸位家仆 背负着黑暗素的 不过世面的我之故乡 优业净土 现已重灵世间 呃 等一下 我不理解 如此伟大又隐秘的天气 只有我之玉石有幸得知 优业净土正在蒙德附近 哦 不不 怎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听起来很离奇 但这次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 事实上 菲西尔他 梅基斯图思青 呃 好不好吧 真是的 为什么本天才占星术士 也要被迫参加国家 其实 皇女殿下昨天在城外 偶遇了火花骑士可丽 皇女与可丽小姐互闻大名已久 当时天色已晚 皇女殿下本着关怀与慈爱的原则 途中 皇女殿下将自己的身世 告诉了可丽 善良的小骑士 悲伤于故国覆灭的故事 哦 哦 那个名叫幽夜净土的地方 是真的灭亡了吗 凡人哪 汝的真诚与悲悯之心打动了本皇女 不妨告诉汝 幽夜净土是不灭的 真的吗 那要怎么才能让你的故乡长出来呢 告诉可丽吧 就 既然汝诚心诚意地扣吻 赐予我静谧之乐土 赐予我无双之轻慕 复述故事就不要演了吧 说中 简单地说 可丽送出了一座岛作为复现幽夜净土的伟大圣徒 诸位 这正是上天赐予小姐的绝佳机会 旅行者阁下作为重要的家臣 这座海岛 我怎么好像有意象 旅行者 还愣着做什么 幽夜的王座正在呼唤 集结在本皇女麾下 他应该只是想邀请你们一起去那座岛而已 话说回来 我总有种感觉 诶 为什么呀 既然跟可丽有关 就有可能跟他妈妈有关 那就是跟老太婆有关 我才不要 啊 万般全能的你 走遍远山大川 读得出星蟹坠落掌心的轨迹 见证过雨水会如命 去为小姐找出前往命运之圣土的航路吧 原来只是不认识路啊 哼哼 既然你有求于我们 那我也告诉你 我们正是火花骑士可丽的好伙伴 命运的引路人 你怎么不演啊 于此登场 见证者 引路人 幻梦的编织者 旅行者 哦 哈哈哈哈 非常好 非常好 综少 旅行者 你说你有门路 那这次前往小岛 呃 不是 前往圣土的路就交给你安排了 行行行 梅吉斯图斯钦要回去收拾行李加补棉了 哦 就这么办吧 刺入无人侵扰的深眠 梅吉斯 小姐的意思是 各位晚安 哎 真是够了 我累死了 我累死了 为什么你们都有正常的角色 我却要演皇宫里 啵啵啵啵 幽夜净土时间十二点长 呃 既然是要去不可思议的海岛 肯定得找一些一看就有奇思妙想 说到奇思妙想 这整座蒙德城里 除了凯亚 这个时间点 那家伙一定在酒馆里 我们立刻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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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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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难得 干脆大家成立一个兴趣小组吧 就叫自由情诗社什么的 对啊 这次我想外出彩蜂 寻找新的作曲灵感 上个月北斗姐办了场大型饮酒会 起名叫音节痛饮锦标赛 我帮着奏乐 新雁看似不羁 对音乐的理解却极为细心独到 我们俩怎么都能算是音乐之音了 可不是吗 万叶能用树叶当乐器 在我朋友里也是首屈一指的高手了 我们从离乐出发 穿过石门一直往前 就进入蒙德境内了 哦 说起来那座庄严也是我们朋友名下的姿势 真的 你们朋友可真多 住在那样的地方 呃 应该是吧 人会与秩序相投的人走到一起 可见旅行者和派蒙也与那位朋友一样 哇 你真会说话 不像这家伙 老是吐槽 对 你们知道据说规模很大 足以横跨提瓦特七国的那个横 哎呀 雷声大雨点小 反正就是个音乐盛典 主办还坑过我 我是很想再见见那位负责人 可没想到圣典又没了下文 音乐全靠灵感 说不定他们是因为没有灵感才终 不过嘛 你们的路也没有白走 这一走 就走到了我这里 音乐殿堂里可不只有好听的旋律 还得有精妙的故事 当然当然 你太懂音游诗人了 作为报答 我愿意为你讲一个故事 小哥 你说话真逗 我在别处旅行时也遇到过其他音游诗人 但没有一位像你一样风趣幽 想必我们之间有想象力上的差距 所以接下来 我要讲一个异想天开的故事 传说 大海中央有一座绿宝石般的岛屿 都督大魔王带着他的臣鸣 小骑士的魔女妈妈在那里造了一座夏日之城 夏天是爱的季节 是自由与放松的季节 所以来到这里的人们 故事就到这里 有意思 说得我也想去那片海岛看看了 旅行一事 果然不能提前计划 你们喜欢就好 桌上有酒 我有故事 好 为音乐干杯 旅行者 一起啊 别担心 不想喝酒的话 这里有果汁饮料啊 那我要一杯果汁 嗯 去选这个颜色的好了 呃 万一 糟了 小哥怎么喝醉了 他喝的不是果汁吗 哎呀 好像不小心 摆了混入一点酒精的果汁 哎 不好意思啊 喂 喝了这么多杯 也该聊聊正事了 你找我一定有 这么一说才想起来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呀 都到这里了 嗯 我能感觉到 竟然将妈妈为自己打造的礼物 送给了冒险家朋友 相信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那封信啊 果然是这样 不仅如此 今天我还在去酒馆的路上 遇到了两个人 呃 秦团长 一对母女 都长着长长的精灵耳朵 叮咚 布老魔女带着小小的骑士 一起外出度假 而我正好遇到他们 他还说 如果遇到有趣的朋友 就与对方共享这份礼物 所以 现在我把它给你 啊 炸弹 火星都拔了 不会爆炸的了 拿着它吧 这样一来 哪怕你我风格两地 也能像这样对话哦 它叫做嘟嘟通讯仪 能让相隔千里的人们保持联络 不过 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 据说发明灵感来源于一世界 他和可莉让我转告你们 戴上这个 与各位伙伴一同前往海岛 至于怎么过去 别担心 假日的策划者自有安排 出城门过桥右转 听起来你们俩串通 怎么会呢 我在你们心里是那种人 旅行者 你可是我的朋友 身为朋友 我当然要送你带来快乐的东西了 你怎么能这样 好吧 卖场的虽然很爱胡说八道 但也是我们重要的朋友呢 说起来 刚才万叶和星叶也表现得很感兴趣的 回来了 可惜 万叶还在寒水 他对酒精不太行了 星叶 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海岛玩 他这是不想去了 刚刚还一副很感兴趣 不可以错过 万叶这家伙 再怎么老程 也是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的年轻人呀 既然是这样 就更不该错过海岛之旅了 要知道 这座岛屿可是拥有连营优 啊 就这么定了 我们怎么过去 听说有人安排了 刚巧这次还有其他朋友一起 我们约了明天早上在城门口集合 哦对他们还不认识飞谢尔 是这样的 有位来自异国他乡的尊贵黄女 讲 啊 那个 太蒙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以防万一问问 嗯 你这么积极的推销旅 我总觉得 那些奔着红色巡回赶去别国 最终却被放了鸽子的人 不就等于 啊 我就知道没人信 大家不要担心 明天早晨 各位就会见面 不论是黄女 陈子 会说话的乌鸦 还是一厢见客 啊 说得我好期待呀 我就不了 这几天还有工作 不会吧 卖唱的居然要工作 我答应一位长着猫耳猫尾的小女士 要为她的酒馆唱歌懒生意 你不是对猫过敏吗 嗯 我可以在屋顶上唱 她说 只要能在营业额上占优势 就愿意帮我一整个月的酒 所以别在意我 你们几个玩得开心 啊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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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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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莉戴这种植物 她偏爱嘲笑 别想逃开 今天正是我观测夜空真理与命运一决胜负之日 往昔的耻辱今年的遗恨在此一决胜负 小姐恕我直言这句在此什么什么 自然不是本皇女不过是曾经耳闻成中 是征用大陆各地富有志 我看看 还真是别人的口头禅 哇 你们真早 你们来了 后面的几位是 容我为大家介绍 此二人乃是来自稻妻的传奇浪人武士 和来自黎月的音乐 你们好啊 我叫新燕 是黎月人 喜欢摇滚乐 好天气 这位小姐一定就是派蒙叔的黄女了吧 看起来就不一般 听说还有这位戴帽子的小姐 我听家里人说 最富有智慧的学者通常都 这个女人眼光不错 新燕 你这双眼睛能够看透物业之迷障 触达真实 正是我需要的人 但是想说你很不错 眼光很好 嗯 我也有同感 啊 很高兴认识你们 莫威娜可厉害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她都能摸清 黄女与占心术士 还有能言善道的乌鸦家臣 与各位相比 在下风圆万叶 来自到期 这位 万叶 抱上乳的力量 小姐的意思是 您于何处高就 这 在下只是一切过客 我们这位朋友武艺高强 能接下别人招架不住的攻击 更能挥剑如闪电 凡人 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吗 我看看 嗯 啊 这 这 你好万叶 非常高兴认识你这样厉害的剑术大师 我们一行人在海岛的护卫工作 优业净土的宫廷侍卫长 连梅基司徒私情都这么说 看来您实力了得 好的 梅 梅 什么梅 见我梦娜就好了啦 不要再喊那个奇怪的名字了 说起来 梅基司徒私情 我们问她怎么去圣土了 嘿嘿 传说中的大魔女给了我们伟大建议 来 好远看破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呃 不知怎么搞的 突然一点 好别致的东西 长得 长得是不是有些像锅巴 锅巴 是万民堂那只神奇生物 呃 虽然刚才是我做的介绍 但我也不觉得这东西能送我们去 哼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哦 好一道圣财之雷烧灼之门 与本皇女断罪现世的做派万分契合 来吧 偶子 大头阵的正是在下 小姐自己是不会动的 啊 进去了 消失了 这 这当真是前往圣徒的断罪 安全起见算一下吧 梅基斯图私情 这可是那位爱丽丝大人的造物 呃 对啊 怎么问啊 好黑啊 能不能开个灯 呃 妈妈来 我们 呃 呃 飞翔儿 啊 不是蛇吗 呃 飞起来了 各位注意安全 啊 总算落定了 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啊 好美的地方 有风有海 又很宁静 风中有好闻的气息 啊 一看到这片大海 哇 生命之海 藏之大地 小姐 我们终于抵达了正途 诸位家臣 这正是本皇女追寻已久的祝圣乐园 就在这 铜玉漆黑的我 会将诸位带向梦幻的门帆 啊 带向 呃 大法师梅基斯图斯 感谢皇女的恩赐 今日今时 在此线上 莫娜 你 您别问 加入我 哦 对 感谢皇女 带我们来到如此深 衷心感谢您提出这次旅行 诸位的欢愉 即使我之喜悦 嗯 如此真命遵奉之时刻 能令各位聚集在此 我现将踏上巡礼 以身躯 感受故土的生命之海 万道是你 梅基斯图斯情 据说你是诞生自水元素的高贵之人 可灵 小姐的意思是 论游游 梅基斯图斯情 呃 飞谢儿 我忍你很久了 平时陪你装模作样演话剧就算了 可你竟然小看我这个天才 要比游游 我能 哦 小姐 小姐燃起斗志了 好耶 比一比 输的是小狗 你来 至少 先受辱的挑衅 取取梅基斯图斯情 定将为其于笑话 我从小到大游泳还没输过 来啊 先 阿蓝是认真的吗 跑到海边 那不是在比跑步吗 你现在没有安排对吧 我想在附近巡逻 一起吗 新宴要来吗 大家似乎都有事要做 那我先留守吧 刚好莫娜菲西尔他们去游泳了 总得有人 这里放心交给我 你们要去周围走走对吧 正好看看风景 要是有什么好的观景点 别忘了告诉我 哦 那就拜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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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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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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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那边有台好大的怪东西 一路过来 除了这台用途不明的装置 和旁边这点军帽之外 没有其他可疑之处 此外 还有一些脚印 很新鲜 不会吧 我完全没有 旅行者 派蒙 诶 怎么 有人来过 而且没走远 这种气味 还有别人在这里 我总觉得有点 你说帽子上有水元素粒 那我们就跟着元素粒走吧 似乎接近了 注意安全 是愚人症 呦呼 鸡蛋是愚人 很高 太高了 说起来 这里为什么会有愚人粥啊 世上还有梅薄荷甜甜花和愚人粥呢 好吧 也 猫猫掉了 你在找东西 猫猫 不可以 我什么都不知道 猫猫 你在找这顶帽子吗 可可的猫猫 给我 这家伙 看起来不太 别欺负我 不然 不然我就当你 站住 你们要干什么 又一个愚人粥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 你们在这座岛上 妈 保护好 我人 哥哥 别老抱着你哥哥那顶帽子了 你把他人找回来 请问他怎么了 没什么 有点生病伐烧 我没有义务向你们交代任何事 走开 这里是我们朋友的岛 你们最好小心一点啊 啊 这不是无人岛吗 我们可是来这 不 好吧 我说了 你们就 那是我发明的新型能源机 我们只是找了做无人岛 做性能测试而已 你要是不答应 我们就 呃 抢走这家伙的梦吗 呃 不要 不要他走 不许哭 喂 唉 好吧 我答应你们 不会离开这一带 对了 你们那台装置怎么冒烟呀 以为这没出息的玩意儿坏了 唉 我可真不想说 那此事 什么嘛 那你们赶快走吧 喂 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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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出门度个假还有 愚人众出现在偏僻的海岛 就算是在度假期间 也请务必保持 另外 为了让女士们带着好心情度假 暂且让这件事留在我们心中吧 有什么需要注意或警戒的 也由我和旅行者 王爷真是个体贴的人呀 派门过奖了 我只是觉得 美景当前 但愿各位都能开心 走 我们回来了 来得正好 旅行者 派门 你们说 啊 哈哈 尽管道出本皇女的真名 让不自量力的美景 你怎么这样 这不是要我来做选择了吗 派门独具慧眼 一定能看出真 被我效忠的时刻到来喽 派门亲 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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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前先让派门吃点东西吧 我看她出去那么久 一定饿了 哎 嗯 对吧 你们几个出去玩的时候 我在海边捞了些海鲜 还占了瓜 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饿了 嗯 本皇女也 我准备了很多 大家一起吃吧 手艺一般 没法跟我那开餐馆的厨师朋友比 哦 开饭了开饭了 请兴艳亲一起来海岛 绝对 不说了 我要第一个吃 你们就饿着吧 啊 烧烤的香味 嗯 今天是兴艳负责晚饭 那明天的早饭我来做吧 好耶 我也等着吃 哦 对了 旅行者 我们到边上说吧 我看你也有些在异于人中的事 对吧 你记不记得温迪给了我们一个炸弹 啊 不对 不是炸弹 温迪说 找他问问吧 那家伙消息灵通 要是有什么重要的线索 喂 喂 这么快就想到我了 哈哈 除了你 可没有人能用这种方式里 你怎么在打喷嚼 嗯 你还没遇到什么麻烦 对吧 也就是说 怪是这么说了 但我们觉得不太对劲 才想问问你的 我也没听说任何有关于人中的新消息 不过别担心 虽然我只是个卖唱的 就算帮不上什么忙 能陪你们聊聊天 多少 哼 这家伙 你们擅长冒险 外出旅行遇到意外的惊喜也不奇怪啊 风在陆地上 自然也会在海边 白云飘浮的地方 风也随之而至 那就先聊到这里 我要去猫尾酒馆演出了 哦 再见 所以他的意思也是不用太担心愚人中 嗯 既然卖唱的也这么说 那就希望这次旅行平平安安 跟朋友一起出远门 玩得开心才就 啊